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发现Driver1和Driver2在这转眼的时候就卡住了 然后因为Driver1又想拉一个ACUITER Driver2也想拉一个ACUITER 但是Driver1和Driver2他们因为已经起来了 已经把这两个CPU全占掉 也就是说剩下的ACUITER就已经拉不起来了 然后自然而然Driver3也是pending的状态 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 也就是说Driver1和Driver2将无限期的卡死在这里 就是因为它不停的要ACUITER又拉不起来 所以实际上我们是永远不可能完成这三个Job的提交的 那针对于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就看到在Spark里面 这个Job 尤其是NK8这个里面 其实缺失了一个很关键的能力 就是资源预留的能力 那我们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那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个议题 然后我们带着这个问题 看一看如何去进行对调度组件的这个优化 OK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主要议题也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讲的是Spark on K8的现状 以及它的发展 第二部分是介绍Spark 3.3 自定义调度的支持 第三部分介绍Spark Volcano设计与实现 第四部分我们将演示一个小的demo 去看一看我们是怎么样做到这些事情 那开始我们第一个过程 就是说Spark on K8的发展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左边这个图 其实反映的是一个代码提交趋势的情况 右边其实反映的是我们搜索 其实一个代表开发者 一个代表真正的用户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代码提交啊 就是可以看到这三条线 黄色的就是Massos 然后Yan就是这个浅蓝色的线 然后K8s就是这个深蓝色的线 可以看到从2016年到2022年 K8s的这条线 基本上是最开始是没有了嘛 因为还没有做集成 集成之后就是一路上升 然后在2020年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Yan的超越Yan的这个状态 所以说从这个一点可以看出来 就是社区K8s的趋势和弱度 已经远远超过了Yan 然后Yan和Massos的这个贡献则趋于平缓 那这个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Sephyr社区 技术趋势和热度 都是在慢慢的向K8s这块去转移 然后第二点 右边这个图其实反馈的是用户的情况嘛 所以用户搜索或者开发者搜索的情况 也就是说关注这个SephyrK8s 然后那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这部分 基本上从大概17年左右 然后就开始不断的上升 基本上达到了跟之前Yan差不多的水平 然后Yan这边也是一样的 然后慢慢的在下降 现在基本上K8s也是受到关注 所以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很很 挺关键的一个转折的点 也就是说SephyrK8s的关注度逐渐上升 而Yan是自在下降 这个其实一定程度上反馈了SephyrK8s的这个用户关注度 以及它的落地的程度 然后那我们再看看SephyrK8s的 它这个时间线是什么样子 SephyrK8s这个其实在2016年的11月左右 在社区 GK8s提交了这个PR 然后社区决定在ApacheSephyrK8s 这个第三方的一个Ripple去做孵化 然后2017年的8月就是投票通过了 2008年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他们当时是把这个Ripple开发的代码 然后最后合到社区的主干 是有个这样的计划 然后所以他们发起了一个SIPIP 在这个SIPIP中就讨论了OK 就是其实是在社区达成了一致 说我们希望做这样的集成 然后到四个月之后 其实SephyrK8s的代码才真正的合入SephyrK的主干 大概是SephyrK2.3版本的时候 然后在2022年发生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就是说SephyrK3.1的时候 就把K8s这个特性标记为J 就是Generate Available 也就是说我们就是生产可用了 然后到2021年1月的时候 SephyrK3.1.1正式发布 然后K8s也是正式J 所以SephyrK8s正式J了之后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可以认为社区的认为SephyrK8 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这个状态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K8s现在其实我们提到K8s 其实有两个主要的方案 第一个方案就是说 Native Spark App in K8s 这个主要是Apache Spark 就是官方在自己的代码仓去做实现的 然后提交方式 就跟我们原来的A1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SephyrSummit的时候 Summit的时候 就是把那个集群那个地址 填成一个K8的那个Api的地址就可以了 然后这样其实后面的 对于用户的接口只有这样一个变化 然后你就通过Config 去配置K8s的这个参数就可以了 而另外一种就是这种方案 其实是比较我们就是符合这种大数据 这种群体的这个习惯了 而因为是OnK8嘛 所以K8其实也推荐一些在K8领域的这个Operator 使用对应的这个调度 就是用它这个Operator这个模式 Operator模式 其实提交的这个方式 其实就是CodeControl API 亚妙这种方式 然后到后面就可能是就是 就叫SephyrControl 然后加上这个亚妙 然后这个方式其实更适合于这种 对这种K8s这种底层 比较了解的这种团队 因为我其实也跟一些开发者聊过 就是说在Native Spark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那对于SephyrOperator 大家觉得 我怎么还要关注到K8s里的Pode 然后Pode怎么运行 然后关注到太多的底层的这个细节 所以这其实是两种方式 如果你这个团队 对于大数据的这个基础很扎实 然后并且也没有心思去管理这个K8 然后那可能我们用第一个方式比较好 或者说是你两个大数据和K8是两个团队 那时候我们就大数据的团队 其实用Native 然后后面的基群有其他人会活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精简的team 然后你也可以采用这个Operator的方式 然后这个就要求你对K8 有稍微一定程度的了解 然后并且熟悉这个整个K8的体积 要不然你会不太适应 OK 这个亚妙要去写这些东西 然后调试的时候 要配合着K8一块去调试 所以在这个方面 就是说目前的状态 其实在环境中使用的其实是一半一半 但是对于大数据这种团队来说 其实用的这个还是稍微多一些 这个是Spark on K8s的一些现状吧 算是 然后那我们再看看 那Spark on K8 到底大概是怎么实现的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代码 仓其实 代码里面其实包含了几个宗教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Deploy 然后第二个就是Schedule 那对于Deploy这块 其实就是做Driver相关的事情 然后怎么样去把Driver这个构建出来 然后怎么样把这个K8拉起来 然后在Schedule里边 其实更多的是我Driver起来之后 怎么样去拉这个Cluster 怎么样把这些Acuter拉起来 那对于整体的流程 就是说可以看到就是Submit的时候 就是还是用原来的那个命令 然后当Submit去提交的时候 我们结合着这个流程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图 Submit的之后 其实在K8的这个Client里 就是Spark的这个Client里边 就会构造一个DriverPode的一个亚妙 也就是说这所有的Fisher Step 就是在一点一点的叠加 去把对应的这个DriverPode 构建出来 然后DriverPode构建出来之后 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就是把这个拉起来了 拉起来了之后呢 再由这个Driver去向K8S的API去请求 然后可以看到Driver再去向K8S去请求 那请求的时候说 那我应该请求什么 其实就是一批AcuterPode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这条线 这三条线 就是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三个Acuter 它分别在节点A和节点B 拉起了三个Acuter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每个Acuter 基本上也是要构造一个PIPLAN 然后就把这个Acuter的Pode 去构建出来 也就是说整体的这个流程 其实跟原来的ONER还是比较像的 就是先拉Driver 然后再拉Acuter 然后这个是集群的模式 然后在这个流程做完了之后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共享的 就是包括了一些黑色的这部分 比如说挂在这个安全相关的 然后挂卷啊 还有这个本地的这些 Directory这些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Driver和Acuter不同的 那比如说有的Driver 它可能是有一些认证的东西 然后Acuter可能不用做呀 或者说是Driver里边有些特殊的配置项 所以这个可以看到还是比较灵活的方式 通过这种PIPLAN去做 这个是现在的Sparrk8的一个实现了 然后我们再回顾一下 在Sparrk3.0之后 Sparrk8K8做了哪些感觉 我可以看到在3.0的时候 基本上还是以稳定性提升为准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Dynamic Allocation 然后就是不依赖ESS的Dynamic Allocation 然后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特性就是 就是当节点K8的那个Qter 就是它挂掉 或者说是产生一些很慢的V6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让这个Acuter去先退出的 然后比如说在新拉的Acuter就比较快了 就能加速这个任务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看到3.0还是比较关键于这个稳定性 尤其是像还有Kerberos这种很关键的安全性特性 也是我们能够落地到真正的生产环境中必备的 然后还有一些其实就是像Python3的支持 其实就是整个Sparrk的体系 对于K8的这个完整的支持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灵活的 引入hold template的这种方式 就是说用户可以通过template去指定这个Driver和Qter 就是非常灵活 通过一个Yaml就传进去就OK了 然后呢在Sparrk3.1版本的时候 其实就是出现了一些 就是关于就是生 就我知道 最开始的时候不是告诉大家 就是3.1版本的时候 其实是处于一个生产可用的状态 然后在这个状态中 其实就是宣布了Sparrk 让K8是GA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还是关注这些稳定性的提升 以及最终生产可用的这些关键的特性 然后在Sparrk3.2版本的时候 那基本上就达到了这种 就是大家已经开始用了 然后会关注它的应用性以及可扩展性 就比如说我这个最开始提到的POL template 它可能是最开始我只是本地上传 那我现在可能就是在S3上 或者什么地方去去做一个远程的当老的 然后再去加载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我们可以去对PVC去做review 然后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经常会有就是job 比如说我先去算一波 然后再去算一波 但是我PVC可能是一种一样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Driver Giri Driver 就因为Driver它绑到Driver上面 然后就是跟Acutor不绑定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加了一个Developer API 去对Customer Fisher Step 进行一个可扩展性的加载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最开始讲的那个Pipeline里边 它可以用户去自定一些Facial Step 这样就大家提高它的灵活性 那我们再看一下Spark 3.3 就是已经在6月份左右 就2022年的6月份左右发布了 这个里面其实可以看到 包含了几个比较重点的特性吧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Session 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就是支持自定义调度 后面我会非常详尽的介绍 大家这个到底做了什么 怎么完成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在Pose中有很多的喷点的Pose 然后我们要设计一个Limit 再多了就不让你搞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 如果在调度 还没有自定义调度的情况下 然后这个Pose全都喷点住了 会其实它一直去查 然后对这个KBIS的负载 其实占用还是很多的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Equitor Roaring in KBIS Environment 这个特性其实是 讲的是怎么样去把这个Equitor 能够比较好的去做一些 无论是declimation 还是说shutdown这种 其实就是有一些策略 然后能够让它更高效的去管理 这个Spark和Equitor 然后我们再看看Spark 3.3 自定义调度支持这个特性做了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先回复一下就是 为什么要有自定调度这个事情 然后其实可以看到 在HPC还是大数据 还有AI这种批量计算的 这个发展历程中 其实最早的时候 就是大型机这个时代 其实我们到最多的调度 其实都是在单机内调度 或者大集群内调度 然后后面随着 像这种容器化的技术 以及大数据这种 容器化的这种大技术 以及大数据这个Hadoop 这个技术 逐渐的发展出来之后 后面慢慢 其实我们调度 这个集群的规模 其实往往变大 因为原来都是 可能几个大型机 就组成了一个这个集群 然后现在可能是成千上万 或者甚至更大规模的 这种计算机组成的 一个调度的一个平台 那在2014年之后 其实像Spark和Flink 这种技术就诞生了 尤其是还有像AI的这种技术 也是K8呀 这种容器化的这种 管理平台 也慢慢出来 而到最近几年 其实出现了一个趋势 就是说大家渐渐的 希望把自己的底层的这个 就是说是这个PAS的平台 慢慢的迁移到K8S 然后K8S作为一个统一的 所以说这个也是 做了一些演进吧 第一个就是它的业务类型 从单一的作业平台 就变成了在离线作业混步的这种平台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原来都是可能我们自己维护自己的低层的技术 现在其实就是 基本上都用K8 这个云原生的技术 然后呢对于这个 当然不论是从开始还是到结束 它的调度的效率 以及资源调度的利用率 一直是非常非常就是 就是很多人去研究 然后去开发一些新项目 所以就是说这个也慢慢变成了 这个资源池调度的问题 然后呢像K8S这块 其实它的调度就缺乏了一个 就是批量调度 这个能力其实还是非常有用的 那我们看一下 那个在K8里边 其实我们支持这个特性 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然后其实从2021年的6月左右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社区的讨论 这个讨论其实最开始不是由我们进行 社区中有一些声音 大家可以感兴趣 你可以看看这个邮件列表里面 就是它说Spring K8支持的那个 scheduler的多样性 所以它其实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就像Spring K8这个调度里面 现在的调度其实还是基于 厚度的调度的 那我们想基于做这种 基于job级的这种调度 还有包括什么优先级 多对列 公平调度 这种东西就比较吃力一些 那所以就是说 当然我们也是不希望去重复的去造轮子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K8S调度的这个体系 能够融入到Spring K8这个里面 那所以就是在2021年7月的时候 Volcano和Spring K8就共同发起了一个 SPIP 也就是算是一个Gira 这个Gira其实最开始名字叫做 Spring Volcano Schedule的支持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也思考 就是说因为要以一个非常通用的方式去做 所以我们也会就是在讨论的过程中 就是在2021年11月的过程中 然后很多厂商包括像Apache的UniCon 还有AWS 因为他们很多厂商都参与了进来 就是所以我们最终其实达成一致是 我们希望能够先做一个common的这种layer的支持 然后也就是说帮助所有的调度去去完成这个调度的能力 然后所以我们最终的发起投票的时候 我们这个名字也就改成了支持自定义K8S调度 然后在这个讨论中 其实还是收纳了很多厂商的反馈 然后我们在社区中 就是在这种问答中达成了这个共识 然后最后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common能力做到Spring 而不是说为某一个vendor去做他的支持 所以在一周后投票也通过了 再次就是像网飞然后Apple Cradure AWS 因为打LinkedIn以及网易的一些厂商都投了这个最终的假意包 可以看到这个特性 其实在社区还是很多人去关注的 然后在2022年的3月的时候 就是在Spring 3.3版本的code phrase 然后最终也是在3.3版本合入 然后达到一个正式可用的状态 OKnode的代码也是全部合到这个主干中 然后作为一个参考实现 然后同时也就是X86和ARM的多架构 然后那我们看一下就是Spring 资料一定的支持我们到底是做了些什么 所以首先看common的部分 common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首先允许用户去指定这个schedule name 然后第二个是通过这个new的workflow 然后去创建一些前置的资源 就是在这个driver创建之前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新的API 就是Urure Fissure Step with Configuration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增加了Fissure Step的这个灵活性 然后第四点就是增加了一个annotation的Placeholder这个支持 然后支持了APPID和EquatorID的Placeholder 这个其实有一些厂商就是希望用那个annotation去把那个照报ID打 拉进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加了一些文档 然后当这个common part做完了之后 我们也是实现了一个参考实现 然后在Volcano这部分就是作为这个参考实现来实现的 然后就是从这个K8S这个环境的拉起 然后包括真正的把这个环境运行起来 其实端到端的都做完了 然后那我们在支持这个自定调度器的过程中 其实就是引入了两个三个配置项目 一个是你可以分别的指定driver和Equator的schedule name 然后应该是就是说这个是市区已经有了 还支持Equator的 然后在driver和就是全量的 就是说你指定了这个driver和Equator 或者是都可以指定 这是新增的 所以新增两个配置项 然后呢在这个创建这个前 为什么要有这个创建预置资源的能力呢 其实就是说我们再去做这个 就是自定调度的时候 有一些K8S的资源需要在Pode 就是driverPode创建之前能够就位 比如说这个driver去创建之前 我们需要创建一些前置的资源 比如说像Volcano的PodeGroup 然后这种资源 这样的话其实这个PodeGroup 是帮助这个整个资源去做一个预料度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需要一个K8S CRD提前创出来 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 Fature Step这个接口中 去新增了一个前置创建 K8S资源的能力 然后这样的话 用户只需要在这个Fature Step中 比如说这个Volcano的Fature Step中 然后它直接实现就是把这个对应的这个接口加上来 然后对应CRT加上来就OK了 然后第二点就是动态的加载这个Fature Step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每一个就是在K8S里边 其实支持的自定调度还是比较多的 比如像Unicon或者Volcano这种 其实他们都是希望能够通过一种通用的机制 最开始我也介绍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是加入了一个Fature Step 这种自定义加载的这种机制 也就是说让用户能够 指定一个Configuration 然后自定义的去定义到底 应该在这个Fature Step加什么 然后这个Fature Step的Configuration是什么 然后就可以在这个端到端的去 能够通过这个Configuration 直接自定义的切换到底 哪一个调度器需要这个Fature Step 然后还有就是Unnotation 这个刚刚介绍过了 就是能够把这个APID 去作为Placeholder传进来 然后这样的话 一旦用户指定这个APID 在这个Spark真正调度的时候 他就能够把这个APID填进去 就帮助这些调度器去做这个APID填充 然后这个就是文档 就是可以看到最终其实 我们对这个自定义调度的这个接入的过程 也给了一些建议 就是说对于一般的调度器来说 其实就是说我指定一个Schedule Name 然后如果你有些Configuration 你可以通过Annotation 或者Label的方式传进来 然后你这种方式基本上就可以用 像Poto Template这种 或者直接用Configuration 方式传进来 然后对于一些复杂些的要求 你是可以加一些 比如说你需要引进一些CRD 或者说是一些Schedule 复杂的Schedule Hunt 你可以使用这个Fature Step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你就只需要就是通过这个Fature Step 去把对应的这个Configuration 去做一个解析 然后通过这个Configuration 或者说现有的一些Pode的配置 然后去最终生成一个你想要的 比如CRD也好 或者说内部的你的Meta 然后最终就完成了 基本上就是自定义调度 所需要的三个能力 基本上就是主要是这三大能力 然后这也是Common部分的 然后当我们做完了整体的 这个Common的集成之后 然后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参考的实现 就是说Spark Vokano集成 那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Vokano做了什么 其实Vokano它处于的位置 其实在Spark这个关键的地方 其实就是把K8的这个原生的Schedule 替换掉 然后变成VokanoSchedule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感知到 Job和Q 这个这两个概念 其实是Vokano独有的概念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去做一些资源的 就是它的Batch的这种绑定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以Job力度作为调度 然后同时也想支持一些调度策略 比如说公平调度 还有资源预留 然后还有这个生命 作业的生命周园管理 以及它后面还有一些插线去做GPU发现 还有Numar VR 这种CPU的高级特性的支持 以及可能还有一些 针对于高性能复载的一些性能优化 然后当然 现在其实Vokano处于的这个位置 最关键的其实就是Vokano Scheduler 它其实也是通过一种插件的机制去实现的 就是将这些不同的调度策略 用户也可以配置开启或者不开启 然后我们再介绍一下Vokano的批量调度的一个关键能力的概念 就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 其实每一个 就比如说这个 这个三个 其实都是Pose 对于K8来 K8调度的时候 我根本不感知到底这个Pose是属于哪个Job了 它是其实是没有这样的感知的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Batch这个调度 或者说是协作调度 Conscheduler 就是这种 然后所以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去让所有的这个Pode 能够让底层的调度能感知呢 所以在Vokano里边就引入了一个叫Pode Group的概念 Pode Group的这个核心概念 其实就是说将Pode 相关联的几个Pode 比如说对于Spark来说 就是一个Job里边的这个Pode 你就可以把这个放到一个Pode Group里边 然后在这Pode Group里边 然后你去加进来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感知到 OK你调度是一个以Pode Group为单位的调度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对这个Pode Group 加一些调度的 一些schedule的一些操作 就比如说我想 基于Job去做这个排队的优先节 我想基于这个Job去做资源预留 就是说我这个调度了以后 然后你得给我预留一定资源 我下一轮的Pode Group进来的时候 我就会拦住你 对吧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刚刚介绍的 就是对列的概念 当然这个对列你就可以做一些 独租户啊 多对列的这个有限期的管理 这个其实还是很有用的一个特性 尤其是对大数据之中 Job的力度的调度来看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 Spark加Volcano之后 它最终的用户接口是什么 这也是回应一下 就是我们最开始其实去做的一个 第一个就是Volcano的这个调度器 然后你通过Driver和Quilter的Fisher Step 这个配置项 然后就把Volcano的Fisher Step传进来 然后第三个 这个传进来其实就是一个 class的一个路径 然后第四个就是Pode Group的这个Template Fill 其实就是定义了这个Pode Group是什么 你调度的策略是什么 所以可以看到其实就是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Schedule Name 第二部分是Fisher Step 第三部分是调度的这个Hunt的这个信息 所以还是比较清晰的 然后呢Volcano去做的时候 其实也是新加了一个模块 现在其实是在3.3还是处于适用阶段 所以你在Build的时候 加上GongP Volcano 就可以完成所有代码的集成 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在去做调度的时候 也是为了也有一定 就是在这个特性做的时候 也有一些讨论 就是我们到底是做一个Build-in的Modern 还是Profile这种隔离的Module 最终我们其实选择了Profile 这个好处就是说 当用户指定GongP Volcano的时候 这部分是加进来的 然后不加的时候 也是可以完全隔离的 所以从这个点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Volcano这部分 其实跟Spark代码 还是相对做的隔离是比较好的 也是比较解偶的 然后这个也证明了 我们这个Common的这种调度这种机制 其实也是能够帮助一些 第三种调度去做集成 然后并且有良好的这种隔离性 然后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 Volcano的Java的SDK 在PVS Client里面 然后这个其实使用那个 Spark K8这个用户 可能开发者都会很熟悉这种API 就是我通过这个K8S的这种接口 然后去直接去做Build 其实看到这个 就是Yaml的Build 其实看到这个过程还是比较轻松的 就是这个其实好处就是说 你不用再判断这个Q 是不是Now 判断这个MinResult是不是啥 其实都在这个Client里面去做 所以对用户的接口还是很简单的 那对举几个点链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去想要看Pode Group的时候 我可以用Volcano的Client去JavaList 同时也可以用K8S的Client 就是ResourceList Pode Group 因为它就是一个CRD 然后去创建 所以可以看到这两点 基本上就跟Spark 现在创建其他资源 K8的这个资源是没什么区别的 所以也是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 融入到Spark和K8这个体系中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Volcano Post Group Template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引入了一个Pode Group的一个压妙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之前有讨论 到底是把这个Configuration 像什么MinResult 然后MinCPU MinMinMari这种信息 我是暴露给用户 就是一个job我传一个 还是说我通过一个比较通用的概念 我们最终其实选择了是通过Pode Group Template 这种灵活的配置 然后调度所需的各种参数把它都可以融进来 当然如果要是后续有一些用户觉得 哪一些东西他很关注 希望能够引入更多的这种支持 或者灵活性的支持 那我们也后面也会考虑去做一些 这种replacement 就是比如说我可以通过一些Configuration 再覆盖到这个亚妙 这个亚妙只是做一个基础的这种传入的参数 这个其实就是相当于跟原来那个Pode的这个亚妙很相近 就是其实也是Pode Template 更多的灵活 也就是说不用每次在杂getscala的这个代码 这个就是提高了这个Volcano这个调度集成的一个灵活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Volcano First Step 这个里边可以看一下它做的事 就可以从这个代码上其实看出来 它最关键的就是首先填了一个Pode Group Metadata进来 这块其实就是Spark的那个APPID 就是那个每个照片都会有一个的 这样的话就是告诉这个Pode Group 它管的那个照片是哪个 然后同时这个Spark里边也会记录到底这个照片里边关键信息 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Q 它就是在Default这个队列里边 它这个照片所需的总资源是三个CPU 两个两G的memory 它的优先级是高 所以这个就是Pode Group Template 然后对于调度的时候 那Pode也要就是绑定到就是说OK 你要指定出来你的Pode Group对应的是什么 通过这样的一个连接就可以就是记录下 这个Pode到底属于哪个Pode Group Volcano看到这个信息以后 也可以根据这个Pode Group去做一些Default的调度 OK那说了这么多我们也演示一下 到底它是怎么样去做调度的 OK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实测的结果中 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原来DPCDS这个测试 其实在原来的调度的情况下 其实大概是2000秒 然后后面其实大概能提升30% 这个原因其实也是因为它在这个调度过程中 不断的有这个Equilter并发进来 然后存在这种资源思索 或者说是很紧张的情况下 那几个Driver去占了位置 但是CDS又没有很好拉起 那自然而然 它这个Default整个时间就会加长 那我们其实通过Volcano 这种资源预留的这种能力 就能让它平缓的过来 就是也就是说每个Driver 它所需要的资源就可以很好的去做一个平衡吧 然后所以就是说甚至是达到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可能它那个Driver全满了 我根本都完成不了 然后这个整体的测试也是证明了 Volcano这个作业级的资源预留 确实是很有用的 然后凭且提高了这个整体的性能 然后当然就是在这个整体的过程中 我们也是做了端到端的测试 并且这些所有的测试代码 都是已经集成到了Spark的那个 integration test中 然后对于用户来说 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可以通过这个Volcano 这个Apply Curve Control的这个Volcano 就能够把Volcano这个组件 这些组件拉起来 然后通过这个命令 就是加-P Volcano 就可以运行它的集成测试了 然后我们可以先看看几个 比较典型的demo吧 然后第一个就是 我们看一看对列的功能 其实这个功能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创建了两个对列 然后每一个对列 一共提交四个兆吧 然后一三是到对列一 二四是到对列二 那我们第一个例子就是说 当这个一个对列开的时候 另一个对列关的时候呢 肯定只有开的这个对列 能调度成功 然后后面是两个 都是开的时候 两个都能调度成功 OK 我们看一下 然后可以简单介绍 左边就是提交这个赵伯索 用的这个命令 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指定了这个 最终会跑两个用力 就是刚刚说的两个 右边的这个页面上 其实讲的是这个 我们在这个展示的是POD 就是有哪些POD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现在那个Volcano这边 其实可以看到 已经拉起了一些Volcano 关键的这些组件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块其实三个Driver 就已经拉起来了 可以看到1和3 这讲的第一个例子 是Running的 因为他们都在Q0里面 然后2和4是喷顶住的 因为他们在Q1里面 还没有CAM 然后这是第一个泳子 跑完了 然后再看第二个 然后Q0然后提交四个Job 那四个Job就是全都OK了 也就是说这就是 最对列的这个支持的这个能力 让我们看到1234 四个Job 然后Equitor也是一块拉起来 然后一个一个去完成 可以看到现在Driver4已经完成了 然后23也完成了 然后Driver1 OK 这个整个例子就完了 然后我们再看看第二个例子 就是说第二个例子 自然滤流 就是我们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 就是我们创了一个这个Q 它只有两个CPU 然后那我们怎么样去 完成一个一个对列的排队 然后每一次只能 为Equitor去做一个自然的一流 大概是这样长讲 然后刚刚其实说到像Volcano这种 其实它最关键的这些组件 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Automation 这个可以认为是全线的一个管理 Controller 其实就是创CRD的这些Controller 然后Schedule就是对应的 提换掉的那个Schedule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资源预留 第一个是Min CPU这个例子 也就是说我只给它指定了两个 对列的只有两个U 那我们可以看到 提交了三个Job 这个Driver 就是我们预想到的这个情况 就是Driver 2 拉了自己的Equitor 然后它完成了 然后Driver3 去拉自己的Equitor 然后也完成了 然后最后这个Driver 再拉自己的Equitor 然后最终也完成了 对应的Polgo也是三个Job 每一个就有个Polgo 然后第二个例子 其实比较相似 就是Min Memory 这个例子 也就是说我只有3G的资源 然后一个Equitor 一个Driver大概需要3G 也是按照这个顺序 就是说分百万的一个去做 一个一个完成 这个就是我们最开始讲的那个例子 一个Job 需要10秒 那我三个Job 在资源预留的情况下 确实只要30秒 OK 这个也是整体的这个例子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 其实是最终的这个 优先级调度 也就是说我提加三个Job 然后每个Job 都给它设个优先级 我们现在呢 是从高中低三个优先级去完成 然后这个里边其实也演示的就是Job力度的这种调度 就是高中低也是一个一个去完成 然后那个我们也是通过Q去做它做了一下这个控制 然后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在编译 然后编译完了以后测试 我们看第一个Job就应 创建了一个Q 然后去提交高中低三个Job 因为是并发嘛 所以我们也不能保证顺序 但是因为我们指定了Priority 其实是高中低按照这个顺序 OK 这个测试也成功 然后在所有的这个 就是我们展示的这个 调度的这个能力过程中 其实我们这个在 无论是在Spark里边 还是在Walkano里边 其实都是有这个用力去做保证的 这个是在Walkano这个社区 就是去上线的一个CI 然后就是每一个这个Job去提交 就是每一个Walkano PR去提交的时候 都会对Spark Walkano这个功能去做一下验证 就是刚刚我演示的 MinResource MinCPU 还有对对列支持 就是优先级的这个过程 能够保证它的稳定性 OK 今天我给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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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t ibt 因为 rut 都回来 有 要 为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